花莲东大门游乐园因为近年来游客减少 所以决定将过去向台铁成租的空地清空归还 日前请来了工程人员拆除地上务 而原本作为配电及照明的七根电线杆 才使用五年状况还很新 业者不想浪费决定免费赠送给需要的人 但大多数的民众都不领情 表示这种好康就算免费也用不到 乐园里头空荡荡不见游玩人潮 只剩下工人在拆除游乐设施 这里是花莲东大门乐园 因为近年来游客数量不如预期 经营五年的业者决定清空 把土地归还给台铁 请了工程人员再拆除地上务 而原本向台铁购买 作为照明和配电用的七根电线杆 业者也决定免费赠送给需要的人 有几次六次吗 不只有一二三四五六 七 七只 七只哦 对外面行情大概是中股价有些人就是一万块吧 一只一万块这样子 对对有时候是不一定啦 因为有时候你要拆工划不来的话就直接送人啦 一根电杆的价值大约是一万五千元 七根就要价十万元以上 但每根的重量却高达一千公斤 要运送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让这个免费大方送的好康 民众似乎都不太领情 他说他要送 那个你会要吗 不会 不用钱的呢 不会 那为什么你不会要那个啊 要干嘛 那你会觉得说什么样的人会来要这个东西吗 做工程的吧 做工程的会用到 还有你觉得电线杆有其他用途吗 就只能做电线杆而已啊 虽然电杆的要价不费 但是要连根拆除和运走也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才会让这项超过十万元的好康 想要送人却没人来领 记者许黎晴花莲市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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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